镜子里面知道你这个房子干不干净 就是如果你的镜子就是给你感觉就是 如果你的人突然定在那里不能动 就是脸睛照着镜子不能移开的时候 什么意思 就是你一直看着镜子 然后你就不想移动的意思对吧 对 然后你会 可是我就是啊因为我太美了呢 我都不舍得移开我的眼睛了 你前面说对面是我 我现在问你跟CV最美的是谁 我想去尿个尿 我实在有点 你们前面不是这样的 你称一称 然后这个主管是谁呢 我也会打不下去 那个你们等我一下 我实在这个水 这个女人突然上班上了一半 她就是湿湿了真的好吗 这个吗 这个咱们我还要讲 还要我再给你 小区女神走了 你快点啊 我都要尿 你只准一分钟啊 一分钟给我回来啊 这不是录像小区 小区同学 水喝太多去湿湿了 换个话题 两百双飞不能再多了 你太扣门了 两百零一好吧 我送你 一点都不敬意 干嘛人有三级不可以啊 不是录像 这不是录像 把这一段剪掉一个 人家总是要叙叙的 就像你们心中的偶像啊 你喜欢周杰伦 喜欢什么那个蔡依林啊什么的 前面那两位兄台 然后你 如果有一天 你有了那种隐身的能力 你去他们家家看 他们家看看 发现他们还是和你一样 会吃饭拉屎扣屁儿 甚至吃饱了还会打个阁儿 都是一样的 对吧 大家都是人嘛 腿掰开一个 强行毁坏你们女神心中的行政 腿打开 多少钱 可便宜了 这期怎么再重播 没有关系的 反正这脸我今天就不要了 扔这了 小七去 上厕所了 上厕所了 那小七回来了 要掉了 太大了 请用手托着 哎呀 就只能用手托着 这个 上衣都要掉了 跟妈妈批我 哎呀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好衣服 抛架什么 我要你得到来 我是小黑腿 我他妈整个人现在是健变的 还不到一分钟啊 尿得快吧 好快 你看我是不是渐变的 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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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正常服装 黑的黑的黑的黑现在是白的 谁又被禁言啦 今天怎么这么多人被禁言 美道爆炸一个 我要玩一光年 我跟你讲那个镜子 其实像那时候 不是我们家会有那种镜子啊什么 我奶奶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没有把它合上 我奶奶都要骂我 她说晚上房间里面有镜子的话 要不就把它盖上 要不就把 找东西把它挡上去 我房间就这么大一面镜子 就我奶奶说 怎么合上 我还挖布吗 不是更奇怪 就是把东西盖住它 就是我奶奶说 房间里面就是不要有镜子 盖着或者是怎么样的 鼠白 鼠白 这样撞撞的就是鼠白了 是不是鼠白 玻璃是吸收音器的 对啊 就是它有好有坏 可以这么说 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要跟你讲什么故事来着 我跟你讲个故事 是我听到的 就是说 就是我之前收集故事的时候 看到的 观点是距离 不是时间 我在跟鼠白秀恩爱 是不是鼠白 不讲苗族的故事 当然不讲苗族的故事 你天天都苗族苗族 你一个话题讲到 你吐出来还要讲下去 我觉得 酒店是酒店啊 酒店它又不是住家 它只是一个战士的地方 那情侣用法是情侣用法 又不是怎么样 那你住的房子 你长年来月都住着嘛 现在是直播啊 对吧 它说从玻璃可以看到鬼 对啊 就是他们有人说 这是也是一种 玻璃是玻璃 镜子是镜子 傻逼 为什么 玻璃是玻璃桌 是透明的 不是差不多吗 差很多 都是一粒物品 玻璃是透明的 哥们 他们说镜子 不是说他们 有人说镜子 和这个世界里面 是一个相反的世界 这是我从 哆啦A幕里面看来的 妈妈 救我 妈 真的呀 你自己去看 当初有一只 哆啦A幕带大熊 他们去了镜子里面 另一个世界 那个世界是相反的 同样的爸妈 但是他们住的是 相反的位置 同样的小伙伴 但是他们做的 都是相反的 但是说镜子 是可以带你 穿越到不同的世界 其实你知道吗 他们有很多通灵 是需要镜子的 对对啊 他们说你用镜子 通灵是最方便的 就是他们有人说 如果你也 比如说有人 王死什么的 以前那些对吧 然后你用镜 通过镜子 你就可以召唤到他们 但是他们会不会害你 我就不知道 讲到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 就是说 这个女生 她当时五年级 然后她舅舅要结婚 然后她因为 不想那么早起床 她就跟她妈说 那明天要去 舅舅家帮忙 那我今天晚上 就先去舅舅家睡好了 这样明天 我就可以起得迟一点 所以她当天晚上 就到了舅舅家 跟她的外婆 就是她的姥姥 一起睡觉嘛 然后正准备上床 因为吃得很饱 然后看了电视 11点多了 然后她姥姥就说 好了别看了 明天早上 你舅舅还要结婚 一大早 你要起来帮忙的 赶紧去睡觉吧 所以她跟她外婆 就准备上床睡觉 刚上床 她外婆说 啊完了 我忘记办一件事情 啪啦啦啦啦 就跑下去 就跑到外面的院子 也不知道她去干嘛 反正过了大概 十几二十分钟 她外婆又进来了 就说好了好了 睡吧睡吧睡吧 然后她也没想很多嘛 因为她外婆 也没跟她说什么 她就上床睡 睡到半夜 小孩子嘛 五年级 可能吃多了 加上兴奋 加上换了个新环境 就睡不着 没睡着 就翻来覆去 翻来覆去 叫她外婆 她外婆睡得可熟了 还打呼 就没有理她 就没叫醒 你知道吧 她就想说 那她想说 想去尿尿 就爬起来 就想说下床 刚想下床 她就看到镜子 镜子里面 怎么反射出来 沙发上坐一个男 是坐了一个老人 一个爷爷 白色衬裳 就是这样坐着的 反射出一个爷爷 是这样坐着的 然后看到 干嘛 你干嘛 你卷子整个飞起来 然后 然后她那时候就看到了 你知道吧 然后她就 她就有点毛 她立刻就把脚缩回来 就又跑跑跑 就躲在被子里面 就这样捅奶 捅她外婆 她外婆也没醒 她想说 她就去看那个沙发 那沙发上面 就一个蓝色的一个外套 她想说 是不是我眼睛花了 把外套在镜子里面 看成了人 她不相信 她又偷瞄了一眼镜子 发现镜子里面 还是反射出来 就是坐了一个男人 就坐在那边正经微坐 可是她一看 沙发上还是没有人 她毛子吓死了 没抖你知道吧 她外婆就醒了 就有点 你干嘛呀 怎么半夜还不睡呀 她说你醒了 然后外婆 然后她说 没有 我刚刚去尿尿 刚刚尿完回来 就有点抖那个声音 你知道吧 然后外婆说 好了好了 赶紧睡吧 明天早上起来 你舅舅还要结婚 但是我肯定跟我外婆讲 她都没讲 然后她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看到沙发上 还是那件蓝色的外套 可是那个人已经不见了 她看镜子反射出来 就只剩那件蓝色外套 那个镜子中的人像也不见了 她就从惊吓变成了 疑惑跟好奇更多了 你知道吧 好奇心杀死吗 对 然后她就憋到大中午 她已经憋不下去了 就是一直很好奇 她大中午就跟她奶奶 就跟她外婆讲 她说我昨天晚上 其实想去上厕所 然后在镜子里面 看到了一个男人 一个男人 一个爷爷 坐在那边 穿着白色的衬裳 然后就是 手是这样放的 就是很正经 微坐坐在那 谢谢这位轻松的鱼丸 谢谢宝贝 谢谢宝贝 然后她就跟她外婆讲 她外婆说 哎呦 正常的估计是 她说那是你外公 她说 啊 她说 我昨天因为你舅舅结婚 太开心了 忘记了 她说 她说外婆昨天 不是跑出去了20分钟吗 她说 她说我去外面 给你外公烧 烧纸钱 叫他回来 因为你 因为他儿子要结婚了 所以我要把他招回来 就是要回来 家里 就是办喜事了嘛 所以我要烧纸钱 把他叫回来 所以你昨天看到的是 你外公 哎呦 有什么可怕的 那都是你亲人 她说 然后 当时她说 我五岁的小 五年级的小姑娘 当时我的世界光 整个就混乱了 就 其实觉得没有什么 其实我 跟你讲 以前我外婆 没有走的时候 她也会有这种事情 就这个和镜子无关 和镜子的故事无关 就有一天 我小时候 我觉得我有点十三 这个挺十三 我外婆 我刚刚刚就认你的